- bio - 各位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是行動直播 那如果今天各位大家想要拿這個外接式的這個攝影機 比如說Sony的Room Camera 然後呢想要拿這種攝影機去做外面走來走動式的行動直播 到底是要接安卓手機做直播好呢 還是要用iphone手機連接做直播好呢 好那安卓安卓做直播的話 那目前這麼就有一些這個賣 是這個專門宣稱在搞直播的一些經銷商 他有在賣這種所謂的 可以邊使用邊充電的這個這個擷取卡 在安卓上面的擷取卡 那我公司做的是iphone專用擷取卡 直播的這個邊使用邊充電的問題 因為這一支他號稱說他可以邊使用邊充電嗎 那我們實際做個我們實際就是有做個實驗 他真的有沒有邊使用邊充電 好那這件事有沒有看到iphone上面 iphone到底也會邊使用邊充電 不要騙人啊 ok我們就是實際做直播 做個二三十分鐘的直播 把影片把縮時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第二件事情邊使用邊充電的問題 這個安卓手機有分的三種 有分的兩大的一個是micro usb 我大概有點講一下安卓手機的micro usb 一定不可能可以邊使用邊充不可能 那Type-C的手機是有機會 有機會可以邊使用邊充電 那我們實際來做個實驗好了 第一個實驗就是說我們做一個就是用 我們來誰送的這個s7做實驗 這是s7哦我家裡的早期的s7做實驗 你看我會接電流表他大概就260多而已 這個是沒有邊使用邊充電他大概就是維持那個那個hub的電量還有 基本的一些電量而已他並沒有邊使用邊充電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圖示 他是沒有寫邊使用邊充電的 他上面沒有沒有告知是可以邊使用邊充電的 你看他沒有邊使用邊充電的 所以這種手機大概只能用一個小時啊 一個小時之後就沒有電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第二款是那個 神獸的s9s9plus這也是我的手機啊 我本身也是用s9了 這個你看他的電流表上面是出現到860多 你看到到860多 然後呢他上面的確符號有到有充電 就是邊使用邊充電的符號 那他真的在邊使用邊充電嗎 你繼續看下去我給他做了一個10分鐘的直播 你相信他變量是87%對不對 好你看下去繼續看下去 我們就一直做快轉一直快轉 做了10幾分鐘你看一下他的電量 本來是87%他變86% 到最後會變多少你看一下回去看一下 他雖然有邊使用邊充電可是他電量還是會向下降的 他還是向下降 我看他85% 但你一定跟我說啊我的充電器很爛啊怎樣的 我是用sansom s9 原廠的充電器 他是符合快充的 我不是用雜牌的充電器 我是用原廠的充電器 所以這個你不要怪要充電器的問題 他的確他會降下來 就是他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你用了三次你用了這個 安卓手機就算他顯示邊使用邊充電 他還是會掉 可能就是沒筆就是10分鐘就掉一格啦 或是5分鐘67分鐘掉一格啦 他還是會掉 繼續看下去是iPhone的這一塊 iPhone我也做了個實驗啊 你看插上去之後 他有沒有邊使用邊充電你注意看一下 注意看一下有沒有看到上面有邊使用充電嘛對不對 好那我一樣我做了10分鐘的 測試 做了10分鐘的那個測試就對 好我們繼續看下去我們要你看我們快轉 快轉 你看他就慢慢充 你看 我又快轉了你看 本來這30多%36還37 到最後會升到多少 你看一下 到最後他會慢慢升 你看已經8分鐘了9分鐘了慢慢升慢慢升 不到10分鐘的時間他就升到40多% 他就已經升到40多% 所以說這iPhone是絕對可以 邊使用邊充電說來總結一下 關於邊使用邊充電這件事情 安卓手機有分micro usb跟type c micro usb是絕對不可以 那type c是有機會 但是你不要雖然看到上面有邊使用邊充電 可是他仍然 有可能還是會掉哦 以我剛才那個例子神獸S9 plus 加原廠的充電器 加這一支 所號稱可以邊使用邊充電充電的擷取卡 還是會掉哦 那用iPhone中的擷取卡是不會的 還是真的會升上去的 一定會有機會 好